那么我该说这个天干地支的五行属性 天干,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无极属土 耕心属金,人贵属水 那么基本上我们前面的课有的说过 这提到的也许是没说过的 那害子属水,地支,淫谋属木,身有属金 这个四五属火 还剩下四个陈虚丑味 属土,这叫四木,或者叫四库 那十二掌声里面提到过 那么银神四亥呢 这四个角,叫四翼马 这个就代表好洞 那四木库呢,就好静 这个叫记,这个叫梦 还有一个重,就是子五毛有 就是四正位 这个四正,梦重书记嘛 这个书就省略了 因为它三等分嘛 掐头去尾 这两个,然后中间就去了一个重 那么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水火 它这个五行有的时候 是这个阴阳是相反的 你看四这个位在前挂 它有的时候反而主阳 那五就主阴 除于其他的呢 你看这个石天干 甲饼乌庚人 就阳术 积术 胃的 它都属阳 那偶术的属阴 这个都没问题 那么地支也是一样 子银沉 无身虚 但是有的时候水火 它是反过来论的 看具体情况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挂摇位的关系 有的时候解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些字 那么中呢 就是说一个挂的这个二摇跟五摇 它分为上挂跟下挂嘛 那么这个二摇五摇 就在下挂和上挂的分别的中间位置 叫中 那中摇呢 一般这个 不管是在上在下 都是好的 二多玉五多公 中正之道嘛 所谓这个正呢 就是 也是基数格 第一摇 那我们叫一 为阳术 那就 为阳摇 就比较好 如果为阴呢 那就不当位 不正 是一个意思 如果是对的 就是正 那么成 这个相连两个摇 上个摇 成连下摇 叫成 一般指阴阴摇 在阳摇之上 叫阴成阳 这个就 下面还有一个成 下摇 成接上摇 叫成 一般阴摇在阳摇之下 也叫阴成阳 那么这个成上起下 感觉 这个成接 这个字就比较好 实际上这个阴在下 阳在上 因为天尊 地背 这个男尊 女背 这个阳 它本应该是在上位 在高层 管理 那么阴在上 就叫阴生阳摔了 那么就叫阴成阳 这个成 说 成架 这个 成林 这个就不太好 那么这个就叫顺成 这叫逆 逆架 也叫成 这个读音一样 容易混 那么比呢 还是比林 就是说 也是上下 就是不管哪个位置 相邻的两个摇 那么 初摇跟二摇叫比 二摇跟三摇叫比 就是两个 一般来讲 就是两个摇 是同样的 同阴 或者同阳 这叫比 那硬呢 就是一跟四 二跟五 三跟六 下挂的出 跟上挂的出 下挂的中 跟上挂的出 就这样 那居呢 就像里两个摇 如果阳摇在阴摇之上 这个是好的 叫G 跟这个城 下面这个城 是一个意思 角度不一样 就像是一样的